at天天打痘痘,有一天,我带住五六十岁的外国大爷大妈们参观博物馆,然后,有一个美国大爷提出要上厕所,然后,我们大概等了他二十多分钟他才出来,一开始我以为他吃坏了肚子,结果过了一会儿,大爷的儿子跑过来跟我说,他,他不会蹲坑,at River俄罗斯,来了中国才知道。 中国青年普遍不吸毒,但他们吃辣条,而且,我还终于明白了,为什么俄罗斯的外卖那么慢,因为俄罗斯没有电动车,at东北的向墙,之前有个巴基斯坦哥们在我们实验室待过,他以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物价很便宜,结果,他买了支铅笔花了一块钱,他说,他在巴基斯坦买同样一支铅笔,只需约0.6元人民币, 关键是,那支铅笔还是made in China的,at土味情侣,很早的时候,在一个日本人开的日式料理店里打兼职,有一次夏天,他兴高采烈地狂蹦到店里,背上背了一麻袋东西冲到我面前,神秘地对我笑笑胖哥, 我买到了在我们日本超好吃的东西,来和你分享,我一听很开心啊,这小老头肯分享了呀,就帮他卸货,结果,袋口没封住滚出了一个西瓜,我吓了一跳,就打开了袋子,发现里面是六个大西瓜,我问他, 这就是你说的超好吃的吗?他说,对啊,中国好便宜,一块一斤一个才十块,在我们日本这一个要卖五六千日币呢? at who who 美国,记得以前在对外经贸大学教书时会路过一个公园,听到一声巨响,我以为是有人开枪杀人,拉住朋友就跑,朋友当时一脸茫然问我怎么了,我说这里有枪击事件,朋友听完哈哈好笑不停,说那是公园的大爷在打陀罗,at who 乃波,我一同屋,突尼西亚人,做饭特别香,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,他说想来学习功夫,我又问他,来多少年了?他说来十三年了,那功夫学得怎么样了?他说,原来中国没有功夫,我说,不会啊,你得去少林寺,他说去过,一路从江西到河南到山东再到北京,各路打听学功夫,他以为上街买菜的老大爷老大娘功夫也很厉害, 但其实没有,at 凤庆,之前在一个国际酒店上班,那时候,同事和老大基本都是外国人,正值过年之际,我们都在想住年中讲一类的东西, 然后,我老大就跟我说,准备好,等过年那天,就去酒店里到处找人,只要是你领导的,全都要红包,他们都会给我,职位越高给的越多, 然后那年我在酒店里拿了160多个红包,一大半来自外国同事,给的很多是美金,人民币都得有个三四千,后来听老板说,老板是松坚,来自英国,他来中国的第一年,助理就告诉他中国有过年发红包的习俗, 然后过年那天要准备很多红包,以他总监的职位,会有几百个人来找他,估计他当时心态都崩了,哈哈哈哈他,他还说,一直不理解,凭什么他要给别人钱,还是白给,关键是,人家还是理直气壮的来找他要,不给就不走,在他办公室围住嘻嘻哈哈的,不过这七八年也就习惯了, 有一次老板请我们几个喝酒,在他家去,结果我们在他储物间发现了一个箱子,里面全是红包,他说,每年公司的红包不够用,他自己就买了很多准备住,因为给某些人的红包里面,还会写祝福语,还是每个人都不一样,手写的,所以,他过年之前都会休假一天来专门写,也是很给劲了, 我待的最后那年,过年的时候来了个新boss,从德国调过来的总经理,来的时候,刚好快过年,然后,从老板夸张的描述中,得知了这件事情 过年那天,他就在酒店里到处走动,他助理在后面跟住,提住两个大案包,里面全是红包,好吧,这些跟老大也真不容易啊,你有哪些相关的经历? 点赞关注留言,定期整理更新